1600新经济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 收盘大涨169点 收在14719点 那么有哪些类股建功 包括台积电是不是神龙甩尾 交给主播舒函 好谢谢浩婷 马上带大家来看到 最近台股受到了国安基金护盘 还有台积电的加持之下 其实在上周破底之后 就已经连三日都是翻涨的 加上今天已经是连四日了 那今天收盘的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是站稳在 14719.64点 真的是开高走高 全职股在稳盘 这个钢铁股最后是拉尾盘 而且台积电的表现 确实是像浩婷刚刚提到的是 神龙甩尾 最后回到495元的一个价位 而现在法人圈也预估 像是台股这样子一个表现 新一波的千点中期的一个反弹 已经在酝酿当中了 我们知道我们一路失守了 万五然后万六万五 然后万四大关 现在又站回了这个万四的一个关卡 长波段的一个景线 落在15159点 这是值得挑战 也值得我们来去观察的 再来这一波当中 可能比较受贿的就是汽车的零组件 还有汽车的电子 已经这个台积电的部分 这一波的反弹将会是行情的一个要角 接着我们就看到 六月的上柜公司营收是2388亿 上半年总共营收是达到1.35兆 年增幅达到8.2% 而且在500多家的上柜公司当中 有超过一半 百分之六三的公司 都是营收成长的 显示这个基本面是相当的稳健 而且我们看到台积电脑 其实在法书会 它真的是优于预期 所以也上调了今年美元的营收增幅 预估可以年增幅达到34%到36% 法人也预估今年营收将会突破两兆 而且税前的盈余是一兆 两大里程碑渴望一次达成 这也可能是台湾第一家的上柜公司 达到这样的一个里程碑 还要请教书涵的就是金融类国 特别是在这个金控的部分 说是疫情趋缓 消费力大增 民众就疯狂的刷卡消费了 六月份刷卡金额增加2600多亿 那么上半年 全台的刷卡累计金额达到了一兆元 有哪几家银行获利是比较多的 舒涵 好 马上带大家来看到相关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首先就来看到 现在金额达到2644亿元 这个是六月刷卡额都是大增的 那上半年累计全台是一兆5443亿 那增幅达到了22% 这样的一个好表现 主要受惠于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其实是三级警戒 所以基期比较低 所以成长的幅度当然相对就会比较高 也比较多的 那再来是电商消费还有外送 在疫情期间其实已经养成一个习惯 大家就非常习惯 绑定信用卡来去消费 再来就是防疫的民生物资 有一个支撑力道在 那刚刚也提到到底哪一些银行受惠 我们来看到这个前五大的刷卡银行 首先第一家呢就是国泰市华了 可以看到年增幅达到7.6% 第二名的中信银 它的增幅很多达到15.8% 可以说是成长的相当的旺盛 再来看到玉山银还有富邦 已经台新银都是在后面的这个榜上有名 那发卡王是谁呢 就是中信银的部分 上半年的卡数呢最多达到28.8万张 主要受惠于赖配卡还有中油卡的部分 再来就是北复营还有国泰市华 他们的发卡量也都位居了第二以及第三 那么在台股方面 有些人会去看这个网通的类股 就是说因为现在要凭5G 还有包括基础搭建设 就是全球宽屏基建开跑的影响 网通厂据说可以迎来三年的荣景吗 苏涵 哇可能不止三年可能还会更长 大概是三到五年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荣景的状况 主要是受到全球宽屏的大基建开跑 所以呢可以说是引爆了数千亿元的一个商机 我们看到这一次是由G7国家来带头冲刺 另外还会筹措6000亿美元来去援助贫困国家 美国方面投入650亿美元 而且他们认为宽屏网路应该人人都可以享有 而且可以负担 那欧盟的部分也开出了他们这个所谓的 2030年的数位转型计划 可以看到2025年还有2030年 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个布局以及目标 而且我们看到呢会受惠的就是光纤有线电视的这个宽屏的部分 以及5G的FWA 那么网通厂的下半年的营运就明显升温了 包括了企机啦 制疫啦 核勤啦 还有这个中壘的部分 而且你可以看到中壘的部分能见度 他的订单能见度现在甚至来到了2023年的Q2 所以其实很多分析都表示 这一波荣景应该会长达三到五年 都是前景看窍的一个状况 那么更多的内容 欢迎您可以扫描我旁边的QR Code 同时也可以在脸书粉丝团或者是YT频道上头 搜寻的是我们的TVBS国际Plus 让您掌握更多的资讯不漏接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新经济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